那是一个明媚的上午 书绿眼看着车夫把自己的女儿推出来抵债 那个女孩就是延玺 他们就这样相遇了 但书绿并不知道 他们的命运犹如一株双生花 从此纠缠在一起 书绿重照机会帮助可怜的延玺 但延玺并不好相处 书绿得知延玺喜欢唱歌 便邀请延玺和他一起学习柴艺 时光废视 他们渐渐出落成两朵节语花 成为大成全饭里面的正式继续 书绿把传统的正歌唱得百转千回 虽然延玺很努力 可始终不及书绿 书绿用第一次赚的钱 买了流行歌后李莲颖的唱片送给延玺 延玺仅仅抱住书绿 他知道书绿是他这一世唯一的朋友 一天一个穿着米白色西服的男人来找书绿 他就是书绿青梅猪马 去日本留学归来的金远宇 远宇带他去吃饭 然后在街边散步 他告诉书绿自己想回国写歌 也许下诺言 两年后一定要娶书绿为奇 几天之后 书绿被远宇拉去见他的朋友 却遇见偶像李莲颖 原来远宇就是春日梦的作曲人 李莲颖邀请书绿唱正歌 对他大家赞赏 书绿想把喜悦 分享给演习 叫来演习 自己去表演 那晚的表演很成功 警务部长伊藤对书绿赞赏有加 当书绿被带去林玉剑 他突然明白过来 所谓的继承并不只是单纯的表演 他第一次对自己的人生产生怀疑 左姓还有阅宇 那晚告别时 阅宇递递给书绿 李莲颖老师业运会的门票 书绿开心极了 虽然自己喜欢正歌 但一定要唱阅宇创作的流行歌曲 业运会这天 李莲颖在尾声时 告诉观众 他发现一位赏音惊为天人的小姐 正在书绿满怀期待时 李莲颖的嘴里却传来另一个人的名字 徐颜席 书绿和颜席都镇住了 颜席的唱腔是如此适合流行歌曲 春着梦在他的眼下 似乎又焕发出新的生命 书绿有些失落 一个下雨天 颜席告诉他 阅宇要帮他出唱片 书绿听了再也忍不住了 冒雨去找阅宇 哭得像个孩子 颜席终于还是离开了 唱片公演 初期举行 颜席的声音打动了在场所有人 也燃起了云宇的爱情之火 折返的书绿买了一束花 准备送给颜席 当他在回到这里时 看到自己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云宇和颜席正缠绵在一起 书绿心如刀绞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人 在一夜之间都背叛了自己 爱情之火有多旺 嫉妒之火就有多可怕 那晚书绿剪掉了长发 他发誓要夺回原本就属于他的一切 美貌成了他最致命的武器 伊藤在那个晚上 不愿退去了美人的华府 随之而来的是颜席的唱片 因唱功不足审查不通过 唱片也被销毁 沉浸在爱河中的云宇和颜席 被突如其来的打击 弄得不知所措 失落的岳宇 因意外和日本人发生冲突 锒铛入狱 书绿来监狱看望岳宇 在岳宇的心里只挂念岳席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书绿 安排岳席去总督府当继省 严席误杀日本军官 慌乱的岳宇逃回教法 为救岳宇 书绿表明和伊藤的关系 岳宇知道真相 愤然旅去 两人在雨中争吵 但岳宇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搜查队赶来 岳宇被无形射杀 书绿的尖叫声 划破了夜空 几年后 岳宇终于出狱 知道真相的岳宇 质论书绿 绝望的岳宇 履行了被书绿写歌的诺言 写了一首爱情谎言留给书绿 随后为岳宇殉情 日本战败 韩国宣布独立 大成劝法 在历史巨轮下 灰飞烟灭 1991年 建筑工人 在大成飞法中指 发现了徐燕锡的唱片 《朝鲜之心》 此时的树绿 已经是花甲之年 他看到寻找知情人的广告 于是他跑到电视台 告诉工作人员 自己就是徐燕锡 以燕锡的身份 唱着当年粤语的歌 离开电视台时 工作人员叫他 去欣赏下另一张唱片 居然是自己的爱情谎言 工作人员说 这张专辑里的 《爱情谎言》这首歌 很特别 婉转妻美 在那个时代里堪称完美 在晚了半个世纪之后 他的唱法终于得到了肯定 难难治愈 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呢 树绿拽在公园里小气 昔日的画面 如潮水般涌来 树绿不断地失去朋友 失去恋人 失去事业 直到他连自己都失去了 他才找到了诗影 年花已逝 诗人不在 节鱼花开了 可他却再也回不去了